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约大使性侵官司传深的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 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食药管理局局长 特朗普精心打造的新政府班底 却在舆论放大镜下频频遭受质疑 与此同时 忧心忡忡的民主党州长们正在酝酿反击 加州倡议成立反特朗普阵线 洛杉矶在19号通过了庇护城市条例 以保护当地的非法移民 试图强化联邦权力的特朗普 正在面对坚决捍卫周全的地方抵制运动 一场关乎价值观的权力博弈 给美国未来走向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华盛顿直播室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孙海若 会带来美国方面最新的消息 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 台北现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阵声连线解读特朗普风疆烈土 后轰烈烈 兰州地方抵制运动如火如荼 决梦精的追踪报道 特朗普的新班底逐渐公开 但财政大选的掌管人迟迟未出炉 21号有美媒报道 美联储前任理事金融界人士凯文卧时 获江担任财政一职 且在2026年美联储主席换届时 接任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位置 卧时身为美联储前最年轻理事 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拥护者 哈勃毕业的他认为 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经济保护主义浪潮 在2018年发布的文章中 明确指出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举措 将给经济增长前景带来危害 就是这么一个自由主义派 传统特朗普关系交好 并从大选之后 一直同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共识 并提出建议 特朗普还考虑任命 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的 对冲基金投资者贝森特 领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此外还计划加涉一名 加密货币总管 长期来看 以政策形式支持加密货币 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上 占据领先地位 这个消息也树立 比特币风潮直扑10万美元大关 比起财政班底的山沉莱斯 司法部长的提名 可谓是一波三者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宣布 提名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帕姆邦迪出任司法部长 风敌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 曾担任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席 还曾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 任期遭遇首次弹劾期间的律师 在这之前 美国前众议员马特·盖茨 把被提名 但因被指控于一名未成年 17岁女性发生不当性关系 并向另外两名女性支付性备用 而嵌入争议 在他见过至少四名 反对提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后 放弃提名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盖茨之外 特朗普提名的内阁人选中 国防部长海格塞斯 以及卫生部长小肯尼迪 均面临信心执扣 特朗普过渡团队称 特朗普选择这些才华横溢 备受尊重的局外人 来担任政府要执 是出于美国人民 要改变华盛顿现状的强烈诉求 除了这些黑马提名外 特朗普还正考虑 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 进行改组 其中就包括解雇联邦调查局长 今年5月的一份文件显示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2022年前往海湖庄园 寻找机密文件时 司法部曾授权 可以在搜查期间 使用致命武力 另外特朗普20号提名前 司法部代理部长 惠特克为助北约大使 美共和党人认为 惠特克可以执行 特朗普对北约的承诺 包括要求北约国家 将GDP2%用于国防 但明显民主党人对子村一 其用自由派财长 特朗普有何用意 提名官员官司残真 会否影响新政府民意 吴金燕北约大使 能否应对复杂地区局势 写官风云 官司残身 前司法部长 国防部长 还有卫生部长 特朗普的提名人选当中 有三位居然都涉及到 性侵的官司 还没有上任的 特朗普的政府内阁 就已经染上了桃色 在北京的美国现场 首先连线一下孙太一先生 孙教授你好 人人好 现在爆出的性侵 骚扰的丑闻 对于特朗普的任命 以及这些官员的履职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 我觉得刚才说的 这三个案例 其实已经显示了 性侵本身 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考量因素 因为先前选定的 司法部长提名人盖茨 因为接下来 与他相关的真相 会陆续被曝光 已经宣布退出了 昨天特朗普也已经提名了 稍稍更为稳妥 但也是麦卡派的前佛罗里达总监长 邦迪来填补这一空缺 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因为他在共和党内的人员太差了 当年是他带领几位极右翼 把麦卡锡这个众议长逼下台的 现在这些人恨不得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 来把他的仕途也搞砸 而相比之下 同样受到性侵指控的国防部长提名人Hexas 以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肯尼迪 可能将过关 所以我觉得现在被曝出的这些性侵官司 顶多只是导火索 总体上因为特朗普派掌控了国会两院 保守派在最高法院也是绝对多数 这些人的履职可能不会仅仅因为性侵指控 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台北现场请教一下严振生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政坛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把私德和公务之间分开 比如说当年的克林顿的丑闻就是一个例子 那对于特朗普来讲 他不看重所提名官员的私德 那么他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他看重的是忠诚度 就是美国确实有很多人可以把这个私德 跟这个执政能力分开 他说我们不是选牧师 我们是选这个总统 所以对总统这个能力比较在乎一些 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禁忌 其实说老实话 你跟未成年的女子进行性交易 这个绝对是有问题 你婚姻出轨可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但是这一个是违反法律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Matt Gatts 在这一方面 确实是比较很难获得参议院 这个虽然说共和党是占多数 但是不要忘记 共和党本来就经常有两位女性的参议员 缅英州的这个Susan Collins跟Alaska的这个Lisa Mekowski 这两个是经常有独立的投票的行为 而且他们对川普也不见得满意 那所以在如果再还有一两位 在不愿意出来支持的时候 那当然Matt Gatts是不会过的 所以他找了J.D. Vance 去跟参议院去通话 结果大概就算得出来的票 就很简单 你有没有51票 你没有51票 那就绝对不可能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同样国防部长 不仅是有一些性的丑闻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够带领这个国防部 这么大一个部门 川普用人当然现在 这个司法部又找了这个Bondi来顶接 基本上你看包括这个Marco Rubio 全是佛罗里达或者Fox News的 所以我说开玩笑说 川普大概真的是敬青凡次 就喜欢找F&F的 佛罗里达跟Fox 那这两个是他好像是人才库的来源 那我确实觉得说 在他用人方面 他可能忠诚度高过于 我也不相信说不是能力 而是道德 我觉得他对道德并不是这么在意 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 忠诚度 所以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下 我们看到这一届的特朗普的 内阁提名人选 其实出现了很多跨界的人才 请教一下孙太一教授 我们看到特朗普 他提名了前司法部代理部长 惠特克为驻北约大使 这又是一个跨界提名 而惠特克本身 他并没有太多与北约打交道的经验 那么特朗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对我非常同意刚才杨老师说的 其实最重要的考量就是他的忠诚度 因为他对特朗普言听计从 能够去贯彻特朗普的政策 而特朗普的北约政策 哪怕在共和党内部也是有争议的 所以是不是专家有没有经验 其实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能忠诚 能执行领导的指示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没有相关经验 在特朗普言里反而是没有包袱 不会有太多顾虑的这样的信号 另外呢 他的背景在司法领域 特别是在他做代理司法部长的时候 表现得很强硬 尤其是能抨击负责特朗普案件的 特别检察官穆勒 也不怕直接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起正面冲突 那这样的忠诚的斗士 是特朗普想要的 严正生先生 我们知道在特朗普 获得胜选的消息传出以后 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就一度水涨船高 已经几乎要逼近到10万美元一枚了 现在传出消息 特朗普正在考虑 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职位 专门负责加密货币政策 那么这个职位 很有可能是直接向总统汇报 所以特朗普如此看重加密货币 他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这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第一个 特朗普他是一个 很在乎美国的政府 不要在经济的议题上面 过多的干涉 他希望松绑 所以我觉得这个 deregulation 从本来就是共和党的政见 长期以来 那他第一任也特别上来就说 他说只要政府 他的政府有任何新的管制 他是有一个新的管制 就要去掉三个旧的管制 他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放宽 然后经济能够自由 我们开玩笑以前讲 他说人生而自由 但到处都在卡索当中 那在特朗普的观念当中 大概经济原来都是很自由 你就要把它松绑 不要被这个政府的这些管制来限制 所以他对这些货币 那我觉得也是当然就是 让美国有多一个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 大家对美金的质疑度很高 然后加上这个包括这个金砖国家 也希望能够用取代的 这种另一种通行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增加美国 在国际金融上面 更多的一些筹码 然后这些东西 基本上还是在美国的掌握当中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透过这样的一个 就是美国可能在 这个我们讲制造业能力 已经不如很多的国家了 可能在这个 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价值 也被削弱的情况之下 他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出来 还是掌控国际金融 可能比较对他来讲 是最审视的一件事 就维持他的霸权吧 特朗普杀人之后 美国的财经政策 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这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 那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请教一下孙太一教授了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在21号有一个报道认为 特朗普现在正在考虑 任令美联储的前任理事 金融界人士凯文沃什 担任财政部长 另外有可能会提名贝森特 担任这个后期的 下一任的这个财政部长的人选 所以从特朗普在 财经专业人士的选择方面 您看出未来美国的 这个白宫的这个财政的规划 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 现在迟迟没有宣布 财政部长的人选 可能跟他这个几轮面试 都不是特别满意 这样的情况有关 因为他其实对财政政策 这个对财政部长的人选 是非常在意的 尤其是需要他们做出 先前的一些承诺 就比方说必须要贯彻 执行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 但另一方面 他这个人选又需要 能够得到华尔街的青睐 能够帮助去提振市场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两难的情况 你要提振市场 你就不可能通过大力的加关税 去切割美国和其他的经济体 同时又制造这样的通胀的压力 然后又刚才提到的 需要能够去欢迎加密货币 所以这个首先在立场上 我觉得这样的人选 合适的人选并不多 再加上他还有其他的前提 这个人必须要忠诚 其次又要能够满足 他的团队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因为之前马斯克和其他的 特朗普的团队成员 其实发生过冲突 对于这个财长的人选 所以这个本来可能贝森特要上 但是因为迫于马斯克的压力 现在他也不是特别被青睐的人选了 所以种种博弈 几个层面的这样的冲突 导致现在人选还没有确定 严震生先生 接下来商务部长的人选 其实是尤为大家关注 尤其是对于中美关系来讲 其实商务部长本身担任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19号呢 特朗普宣布提名 卢特尼克为商务部长 卢特尼克这个人 倒是有着非常丰富的 在金融界从业的经验 那他也是广泛关税的支持者 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 会支持特朗普上任之后 对华加征60% 关税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您认为卢特尼克 担任商务部长之后 对于中美关系 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刚才孙教授 其实川普这个 整个的经济政策也好 或者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包括加州这些议题 它是矛盾的 就是说他很希望 政府不要干涉 但是你有搞出一个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话 就是有搞出一个关税 其实关税就是跟共和党的 基本主张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美国过去是靠着 这个自由 就是自由贸易来建立他的霸权 那难道你现在是因为 竞争力不足了 所以你需要靠关税吗 川普又说美国第一 美国第一的话 根本应该是不需要靠关税 保护他自己国内的企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那卢特尼克最大的问题 他可能原来更想做的可能会是财政部长吧 但是现在把他降到一个比较小的商业部长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的主张是关税 那我觉得这一点那是川普最爱的 我们刚已经讲过 川普就是忠诚度最高 他要的是这一些跟你原来的联邦体系 政府部门没有关系的人 然后他如果要进行任何的改革 没有包袱 而且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等等 他们就是用企业的这一套 我今天如果要裁员 川普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联邦政府缩小裁员 那我就要找外面的人来 找一个新的CEO 然后把这个公司重整了之后 大幅的裁员 马斯克就是一个在上一次他接管X之后 他就裁掉了890%的这个员工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完全是用商业的模式 来处理国家的这个政府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官僚体系 但这一个在商业界可以做的 可能在政府方面并不能够完全执行了 未来在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 如何处理愈演愈烈的矛盾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聊 大声音乐 特朗普上任之后 外界普遍预期会收紧移民政策 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但是美国的各地对此的反应不一 在洛杉矶呢在最近出台了一个 叫庇护城市的政策 要保护特朗普所声称 非要打击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的现场 我们来连线一下孙海若 那关于洛杉矶所出台的 所谓庇护城市的政策 它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它和特朗普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 有什么样的矛盾之处 好的 特朗普确实在他的竞选过程当中 以及包括他上台之后 都一直不断的重复 他说他要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 非法移民的驱逐 那这个他具体要驱逐多少人 然后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不太清楚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从当地各地的美国的 这个官员的反应来看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一的 一方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 在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州长 叫加文纽森 他一直都是冲在反对特朗普的前线的 那洛杉矶呢也是一座非常亲民主党 非常蓝的传统上的这样一座城市 所以也并不是非常的意外 洛杉矶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他希望能够更好地去保护这个移民 而不是去任由特朗普 就进行他所说的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 非法移民的驱逐活动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注意的是 这个当地的反应 其实是和当地人民是支持哪一党 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与之相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亲共和党的德克萨斯州 他们是表明我们会专门画出一块地 来帮助特朗普实现 最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的 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来 继续地关注这个两方 不管是州长州参议员的人选 对于两党哪一方更加的支持 还是当地的人民对特朗普的呼声 是不是足够高 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 主播 谢谢 其实关于移民政策的联邦 与各州的博弈 只是现在特朗普上任之后 关于白宫和各地 尤其是民主党所执掌的州份之间的 这种权力对决的一个缩影 刚刚我们记者也提到了 加州州长纽森 也是民主党的未来领袖 他振臂一呼提出了反特朗普阵线 请教一下严震生先生 您怎么看待特朗普上任以后 美国的联邦和尤其是民主党所掌权的 蓝州之间的博弈 我相信第一个 美国的政党之间的极化 这个political polarization 非常的严重 那蓝州就是蓝州 越来越蓝 红州就越来越红 所以这个政党的差异越来越大 那加州我觉得是 看起来今天会弄这个政策 其实是符合共和党常常强调的 我不要联邦政府太大 我希望各州能够有各州更多的权力 结果现在 这个等于是对于Gavin Newsom来讲 他就是在实践你共和党常常强调的 不要联邦政府过度来干预 我们自己州的事务 我州来处理 这是第一个对共和党比较矛盾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川普的支持者里头 有很多我们讲说福音派的基督徒 在圣经里头常常会提到 所谓的一个逃城 就是让有人有一个庇护所的地方 那我觉得他今天Git Newsom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说是美国是基本保护人权的地方 我应该是要有一个更完整的这种移民政策 就是驱逐非法移民当然必要 但是你要有另外的配套措施 我们从1980年代当时这个甘乃迪参议员到2000年多 他跟马侃两位参议员 他们所提出来的所谓的移民的改革法案 一定都是有一个配套 就是包括聘用这种合法的 我们讲说这种合法的移工 来补足美国有些人口不足 阻挡非法移民 但是也让很多非法移民的第二代 能够有机会像奥巴马透过逐梦法 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 而不是只有川普就是一个子题赶出去 而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 好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请教孙泰宇教授 我们看到特朗普正在试图强化联邦的权力 但是民主党掌权的各州 却在努力地去捍卫州权 所以这一场联邦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是否会导致美国的社会走向更加分裂 有这个可能 因为现在其实有多个议题 比方说环境法规方面 女性权力方面 以及刚才提到的移民方面 都可能有重大的变化和分裂 所以刚才提到的纽森 他已经呼吁尽快通过一些新的法规 来预防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而另外一些州长 像克罗拉多 伊利诺伊州长 则只是呼吁要捍卫美国的民主 但我觉得很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 是这些州开始准备 对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发起诉讼了 因为特朗普第一任期 就有160多个针对他的领导的政府的诉讼 这是奥巴马时期的两倍 而且奥巴马当时还有八年的执政 那么160项里面有94项当时是成功的 当然拜登期间 共和党一共发起了142项了 当然了有一些最初胜诉的案子 到最后到了最高法院又被翻转 比方说特朗普当年的穆斯林旅行禁令 还有一些其实基本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比方说起诉特朗普的能源部拖延 对掉顶电风扇的规则的颁布 后来能源部很快就颁布了规则了 所以我想很大程度上 可能会是以减少配合的方式来发声 比如说特朗普第一任期 大力推进他的移民政策 纽森加州就已经下令 对驱逐个体的行动配合的程度 会有所限度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联邦和地方的角力 可能会加大 美国的社会的分裂也可能继续推进 谢谢孙太一教授和严振生先生 也谢谢海若 节目结束之前 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热点热搜 接着到北京时间22号的晚间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特朗普新政府官员提名的相关话题 各地媒体关注不一 美国媒体热搜头条 是特朗普宣布邦迪为司法部长的新人选 排在第二位的是 警方披露国防部长提名人的性侵指控细节 排在第三位的是 俄罗斯正式向乌克兰发射新型弹道导弹 英国媒体热搜第一位 是多名旅客在老挝因为甲酒中毒死亡 特朗普提名邦迪出任司法部长的消息 排在第二位 英国部分地区受暴风雪影响的消息 排在第三位 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 分别聚焦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射洲际导弹 中巴提升双边关系为命运共同体 以及国际刑事法院 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发逮捕令 有关特朗普新政府官员的提名相关消息 并没有上榜 凤凤全球连线下周节 In这个视频 我都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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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